我就一點開 我就 太嚴重了 你沒想到是這個事是不是 我以為很嚴重 結果上面打開來 就是說那週刊報導 劉淑宏指控阿本 多年前排擠他 多年前 這很無聊的事 對 然後我就想 霸凌什麼的 我還想霸凌 我想說妳站起來 我怎麼霸凌妳啊 他為什麼霸凌 你根本打不打過 我讓他怎麼霸凌他 問他全裸我都看過 真的不是 不是 我剛剛問他全裸 因為我們以前一起出外景啊 我們是十二年前 一起主持一個節目 你是說連內褲脫掉 你都有看過 因為那時候就一起出外景 都會弄得很邋遢 很濕 就會跟KID的 大家都很沒差這樣 所以你是不是假裝沒事 但是一直在偷看他們 就像他用手機一直拍這樣 沒有啦 沒關係 現在這個時代不要亂講啊 沒有啦 那時候真的 大家都感情就是 沒有那時候就沒有在care啦 應該是說 我跟他認識的那個時期 跟他還沒有那麼熟 是真的是拍了盟學員之後 在有一次收工的 約吃飯的時候 他突然出現 大家有聊天 然後聊說 我很白癡的一面 或者是我很好笑的一面 然後他可能在那個時候 有對我改觀 就覺得 原來你可以被開玩笑 原來我是一個 算好相處 然後又好笑的人 OK 好 所以重點是四個盟期 是那場聚會 讓你們兩個感情變很好 沒有 是他有一次就 忽然就是很感性地講一句話 他說 我覺得你們三個 真的是我演藝圈 最真實最好的朋友 而且我是非常信任你們的 這是你跟另外兩位盟期事 對 然後他就那一天 就吃完飯就突然這樣講 我就想說 在演藝圈叫朋友 有這麼困難嗎 還是或者是防備的心態 會要需要 就是這麼久 所以你沒有把它當成 就是最真心的朋友 因為你是不是朋友 聽起來很多 對 那一天 我們的休息室 都是一排一排的 剛好我們兩個就 就坐在旁邊 他坐我旁邊 那因為他的鬍子 他都喜歡用那種拔毛夾 拔 所以他會去照聽你 一根一根的拔這樣子 那他那一天就在拔 然後我其實也很無聊 我其實也不知道要幹嗎 你就想從後面抱住他是不是 沒有 是因為他坐我旁邊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就看他這樣子 我就看他拔拔拔拔 然後他發現 所以我在看他說 然後他突然這樣 你要幹嘛 然後好嬌羞喔 重點呢 我就是先問另外一個 我說劉書宏這樣子講 是不是他其實 內心有受傷 但是他不敢跟我講 他有受傷 然後艾瑞克就說 哈哈 怎麼可能 就是他個性這麼出線條 不可能做這種事情這樣 你們看得出來 他是很雙面的人嗎 我猜不雙面好不好 我最真實的 沒有 我超實現的 真的 你超不實現的 超實現的好不好 那麼多人 那麼多人 我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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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講 那可以看看 我會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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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呼怒